现在的话到顶端下来一趴 这里面的话我们这根机条的话 现在已经做了一个定位了 然后这个机条的话我们同样也是给它剩 剩的话就剩小鲁线就可以了 用小鲁线来捆绑 同样也是给它剩两根 剩这种的话我们也是要给它 稍微打弯一下 直接打弯就可以了 因为机条 它是单一的机条 不能给它用在鲁线 用鲁线就给它剩这种小的鲁点 这种小鲁点的话是保留着它 一根的话同样也是一样 给它剩鲁线 一样上两根 这种做法的话就是步步高升的做法 留好余地 然后的话就做 然后剩鸡条 就这样子 每根鸡条的话我们给它打一点弯 这样子的话会变得更好看一些 基本上的话这个做了上面的 上面是吉塔全部做完了 上面吉塔 然后只有顶端这里 刚开始我们顶端的话 用一条鲁线来打弯 我们再把顶端给它做 好我们刚开始把这个顶端的这根鸡条的话 打弯 我们现在的话 给它回撩回来 把它出来做一个 做一个半圆 半圈 用铝线给它鲁线 包括每个鸡条 我们是这样子的话 穿起来 穿成一个平面 这样子圈 每一个鸡条 我们给它圈起来 还要保持距离 好比现在 每一根的话 我们也有一点距离 用一个鲁线给它做为定位 这样子的话 我们也是同样 让这个鸡条跟鸡条之前 保持有点空间距离 给它连起来 然后它们的一个生长的话 就是 就是围着这个圈子走 几乎就是围着这个圈子走 我们就把这个铝线圈到这边 这样子的话 我们也是 用铝线来圈住这个鸡条 圈起来以后 就等这个平面长出来了 现在鸡干的话也是一样 鸡干也是要 要给它锁定 现在锁定以后 基本上就看起来 就比较成型了 一个半圆系的 这里的话还有一点铝线 放宽一点点 位置 现在看起来的话 这个顶端收边的话 就是这样子 如果是这个长的鸡条 就往里面收 可以看到往里面收 收完以后 它的生长的话 就是 就是在这个顶端去生长 现在的话 我们基本上的话 是这样子做完出来的 上面的话就是这样子 一直上来 这个就是步步高升了 两塔 然后上来两塔 这边也是 然后是触开来的 上面的话是粘三个鸡条 顶端的话是把所有的顶端 圈起来 圈成一个圆形的 看一下 像这样的 看一下你们行不行 这个也是称为 步步高升 这个做了以后是这样子的 是的 了 这些专心 了